磨擦 就算不一起住也有磨擦 正好就是看你如何看磨擦 原來是給你一個好的歷練 你如何訓練你的黃金三秒 這次《雪少之仁》的角色也叫華哥 他小時候會因為腦部受創 發高燒 所以影響了他某部份的智力 和某部份身體上的活動能力 他的想法停留在一個小孩階段 華哥就靠自己獨力養大小孩 亦都供書教學 亦都去到他大學畢業 模仿不是只是模仿外在 反而你如何模仿他們的內心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臉部肌肉、手 我那時拍攝的時候 我仍在上課 也會在演藝學院上課 學生也有一天試過說 他問他為何你今天說話 好像有點不同了 就跟上個禮拜 原來是不自覺 就是說那些肌肉 那些肌肉在那裡 影響了自己說話的節奏 做了半年 現在最不認人的丈夫 你現在生活如何 好嗎 好嗎 幸福 你見過 很難保持身形 因為太幸福 經常要吃很多東西 老婆很害怕我餓 因為出去拍攝 又不定時 所以有很多湯水 又會吃飯的時候 夠不夠嗎 夠不夠 吃多一點 夠不夠 夠了 說了很多次 夠了 吃多一點 其實是開心的 雖然兩個都叫做老夫老妻 但是真真正正一起生活的時候 是另一種境界 好像認識了對方多些 他又認識了我多些 他才知道 那時候經常跟他說 我早上出去 十幾個小時後回來 可能回來 是半月三更 但現在真的一起住 他真的親身感受到那種威力 摩擦 就算不一起住 也有摩擦 但正正好就是看你怎樣看摩擦 原來是給你一個好的歷練 你做人處事的歷練 你怎樣可以訓練你的黃金三秒 當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其實你剛才想怎樣 也會有衝擊 有時會忘記 兩個都忘記黃金三秒的定律 其實當年是有想過 那時候也有說過 三十歲的時候好像 都不是很可以有成績 但是也有迷惘過 但是我真的 真的在40歲的時候 發覺原來自己 最開心的站在舞台上演出 我應該忘記了自己 因為你有什麼不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暑假到 就是氣行有一個很好的術語 就是那個叫苦渡門 你走出去的苦渡門 你就是另一個人 這個說就容易 但是真的到40歲的時候 才真的點擊 無論你那時候多不開心也好 你就是站出去 走出去就是 我對著觀眾就是 好… 我不覺得的 我自己那時候不覺得的 是用後慢慢想起來 原來我這麼多年來就是這樣 就算多不開心 生活多困苦也好 有得演出就已經很開心 有法定人 也有消防 有座標 你aman不開心